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阿航 今天又回到了我們黎明覺醒的時間了 我今天仍一樣是在這個測試服裡面 我想說今天要來體驗一個比較特別的事情 那就是黎明覺醒呢 他在這個79等的時候 會開放一個全新的身份 我先點開來給你們看一下 在最後一頁呢 有一個陸霸和流浪歌手 那流浪歌手的部分呢 應該會在這次狂殺之怒剛改版的時候就會開放了 那至於左邊這個陸霸呢 會在79等的時候開放 那我們今天就來體驗一下這個陸霸 到底能做什麼事情 聽說是有這個自動駕駛的部分 我覺得我非常的需要這個東西 大家到時候玩到79等的時候呢 在左邊任務來的地方呢 就會出現陸霸的這個任務指示 我們來看一下陸霸的前置要做什麼事情吧 他是要我們來到這個 汽車墳場的部分 我看看要找哪一位NPC講話 到這邊找到了一位陸霸大師 賽巴斯 我剛剛說我想加入你們 成為陸霸的其中一員 新鮮的血液啊 陸霸是自由的 願意加入的人 我們是沒有理由拒絕的 看來他是個好人啊 希望你的到來呢 讓我們體驗到更加狂野刺激的比賽 我們需要這樣的新人 喔 聽說這個陸霸裡面 也是有這個賽事可以玩的 然後我問他 所以我算是加入你們嗎 不用接受考核或是什麼儀式嗎 你可能不太了解陸霸 我們遵守個人的意志 遠勝於形式 奧 這麼FREESTYLE 是不是 這個我可以 我有問他一些小細節 看起來車子也是可以來做改裝的 那就讓我們來看看吧 把開菜單 這時候陸霸就解鎖了 是嗎 喔多了一個改裝的介面 這邊有一個改裝 但是呢要先開啟這個天賦才有辦法 來到這裡面呢 我先把這天賦點起來 減少載具油耗 喔一開始就有這個是不是 然後我再看一下旁邊 自動駕駛需要到 5等的時候才有辦法開 載具改裝呢 則是要到10等才可以 車載電台 在載具上面可以使用電台的功能 還有載具調教 這後面好像很多東西可以改喔 而且還有耗損的減少 以及這個減少電耗 後面的載具 難道是需要電池的是不是 那我現在應該是要想辦法 把這個陸霸的身份等級給提高來 所以呢 我們點到這個載具的部分 這邊有一個狂歡競數 我來點進去看一下這裡 分別有週長賽 友誼賽和生涯賽 欸怎麼突然好像變成賽車遊戲了 欸這有賽到欸 好酷喔 所以我可以在這裡面比賽囉 因為參加這個比賽 就可以讓我的等級往上升啦 好我就隨便參加一個森林賽好了 他這邊有一個任務點喔 我來過去那邊看一下 這個目前都是我們鄭師傅裡面沒有的東西啊 玩起來還蠻新鮮的 欸而且我現在才發現喔 現在載具有分成舒適模式 和運動模式 喔連這個Normal和Sport都有 這個也是目前鄭師傅沒有的東西啊 好我到這個地方來 然後呢參加比賽 他還可以比友誼賽欸 所以如果你有三五好友一起玩這遊戲的話 你們還可以糾團來比這個賽車啊 好吧那我就來參加週長賽好了 不過我今天是用這個手機來操作 我先承認 我在這個手機上面的操作 肯定是比不上PC版本的 所以呢 等下應該會有一些非常殘念的鏡頭 準備賽車 喔 這個介面 很酷 我是自己比秒數是嗎 321這個倒數介面 喔 喔 欸欸欸欸怎麼沒動 他手指太粗沒壓到啊 一開始就拖到秒數了 前面一個彎看我的 欸呦呦呦 我想不到在這個遊戲裡面 也可以來飆車 她選的路線其實 騎起來不會很難欸 一般我騎在路上 騎沒兩下我就撞到路上了 這個路線蠻舒服的啊 而且這個背景音樂選的不錯 我被人都轉換過 出事啦 我送你 對不起對不起我現在回到這個賽道上面了 重新開始比賽 這個一邊行車還是要看路 他是要通過這檢查點的 所以呢不能亂鑽 又又又又轉換轉換 這個太晚轉的話會直接外拋出去 到時候直接變成山道上的猴子 好險對面不會有大卡車衝過來 我現在看完那個後輪瘋狂跳動 避震器一直在猛猛的作動 這個如果到時候開放我一定要在PC版上面玩 畢竟你們也懂的 我就只是個鍵盤車手而已 哇在這條路上騎太讚了吧 這個旁邊的樹 然後這個墨字感 超讚 哎唷到終點竟然還有一個 Slow Motion的運鏡 路霸等級提升了 那我現在只玩了一場賽事 路霸等級就來到了2等 不過呢我今天的目標是拼到5等 我再來看看有沒有別的可以讓我繼續升等 這裡還有一個金色沙漠環線 我決定要來開超跑 剛剛已經當了山道上的猴子 現在我要來當個極速賽車手了好不好 來我先去那個任務點那邊 喔 路霸身份等級提升 所以我們平常呢 騎著這個載具在路上啊 也會慢慢獲得路霸身份的經驗值就對了 那這個身份組應該是不會很難練喔 這個算蠻容易的 好的我現在到這個任務點了來吧 到時候我正四府裡面那台紅色跑車 也可以下賽道來比一下 總算是能發揮他最大的價值啦 但是我今天要來這邊開個不一樣的車子 我來看看有沒有什麼瞎趴的跑車 喔呦這台怎麼那麼像那個麥拉倫 這台在遊戲裡面叫做音速颶風 感覺就非常的快啊 那就決定是你了 啊哭啊 沒按到那個確認參賽是不是 啊醜一醜一 裁判這場不算 認真選車啊 這一次一定要選到 我選這一台好了 這一台黑色的看起來蠻帥的 順便幫各位評測一下 這台跑車強不強 金色沙漠環線 欸這個路線看起來是環到整張金色沙漠 這遊戲做真的我是蠻聰明的 連賽車遊戲都包辦進來啦 好來一開始 氮氣先給他開下去 不要給他客氣 喔喔喔喔喔喔 超跑的速度就是跟剛剛機車不一樣 我們這個車速還是要控制一下 欸這台車氮氣好多喔 欸欸欸欸欸 他剛剛一噴就噴到時速兩百多啊 超快 前面一個大彎 來 我放油門過彎 有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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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我這個過彎過得不錯 四季獎 欸這個如果跟朋友一起玩 應該蠻好玩的 這台車的平均時速 在平地的時候應該有170左右 好來 氮氣滿了衝上去 現在這個畫面跟我講 我在玩末日生存手遊 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啊 噴到現在還在噴 太誇張 這邊是什麼 這邊是什麼 哇 這裡彎不過去不是填海耶 是填砂耶 到時候我們正式服 練到79等 我再玩一次給你們看 你們再給我一次機會 這裡一個吉彎 算了算了算了 算了算了 機會什麼的 不用了 哎唷 踩到一個沙丘跳起來 不過這台車真的是蠻穩的 好像有比我那台好開欸 OKOK 快要動終點了 nice 哇這個運鏡怎麼比剛剛帥那麼多 到時候這邊應該可以看到 伺服器最快的玩家們有誰啊 到時候正式服開放這個功能 我一定要想辦法留名在這個上面 這裡還有一個生涯模式是什麼 難道是可以跟他做個PK 然後拿獎勵的嗎 真的嗎 好像是欸 可以跟他聊天欸 為什麼剛剛給我的愛心 不舒服欸 可以跟他發起挑戰是不是 酷喔 那我再看一下我選什麼 選這台好了 刀繃獵手是目前在正式服的 抽獎車 我來趁這次機會體驗一下好了 這台車看起來也是蠻帥的 哇塞 他那個是什麼 美式肌肉車是不是 地圖跟剛剛一樣 太好了 我已經有偷練一場 這一場應該是不會輸啦 哎呀 終於有人跟我PK了 欸不是 那個麥卡斯怎麼在我前面一點點的位置啊 欸 欸 欸什麼意思 他嘴巴上喊的說要讓著他 他車一直在默默的往沈進 這個作弊仔 哎呀 這個兄弟你這樣身之不武啊 沒關係 我先走過去 呵呵呵 讓他見識一下 什麼是超跑的厲害好不好 這台車飆到200多了 呵呵呵 吼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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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吼 控制一下控制一下控制一下 哎呀 沒事沒事沒事 欸應該不是我感覺錯誤吧 這台車好像真的比剛剛快很多欸 但難道是在暗示什麼 我正式不要開抽了是不是 連這個過彎都過得蠻順的 如果等一下前面有個急彎的話 我是不是可以拉拉手煞車來甩個尾呢 太好了前面有個大彎 我秀一把給大家看拉手煞車 甩尾 哎這台車煞車太猛了吧 一下就煞住了欸 不過我剛剛是有小甩出一下下啦 再掌握一下應該是沒啥問題 我現在發現那作弊仔遠遠被我拋在後面欸 快要拋開他兩公里了 輕輕鬆鬆獲勝啊 再見了這個偷跑的麥卡斯 你沒機會了 這台車真的蠻快的 這個比完之後呢 在這個地方也有不少的銀幣可以拿 這些東西我相信玩家應該是蠻缺的 而且還有金券喔 所以獎益算是蠻豐厚的 好那我現在路霸的等級呢 終於來到了五等以上了 那經過我的測試呢 這個路霸的等級啊 第一天是只能到四等啦 所以如果要開啟這個自動駕駛的功能呢 就需要到次日的時候 再把等級給練上去 那我現在呢 就解鎖一下這個自動駕駛 來看看我最期待的這個功能 到底怎麼用 首先啊 我們要到這個設定的部分 然後到載具設置裡面 滑到最下面呢 這邊有一個自動駕駛 要把它打開來 假設我現在在這個地方 我要去這裡好了 我按前往 他看起來會先開啟傳送到 最近的路牌是嗎 然後呢 喔他到這裡 叫出了載具 我現在都沒有控制喔 了解 所以他自動駕駛 是這個樣子是不是 這樣蠻聰明的 先傳到最近的地方 再開自動駕駛 好啦 那這個自動駕駛的測試呢 就介紹到這邊 給大家瞭解一下 唉唷 怎麼一隻狼過來咬我 走開 好了各位觀眾 那我們今天這個路牌身份呢 就介紹到這邊 後續他還有一些調教和改裝 就等之後正式服務開放以後呢 我們再來一起玩吧 如果你想要加入這款開放世界的話 歡迎點選影片下方連結 把遊戲給載起來 我們就在下次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 掰掰 跟隨便一起玩 還有一天 歲月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